拉扯了近两年后,汪小飞和大S终究还是选择了离婚。 2021年11月22日上午,两人通过台媒发布声明,公开表示今日办理离婚手续。 从闪婚到生下一儿一女,汪小飞和大S曾被看作甜蜜恩爱的模范夫妻,究竟是什么让这段历经十年风雨的婚姻走到了尽头? 夫妻名下的九亿多财产又将如何分割?拨开遗云,其实一切有迹可循。 今天,十一就来聊聊汪小飞的十年伪装。 1981年初夏,汪小飞出生在北京一户普通人家。 父亲汪泽汉和母亲张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决定下海经商。 汪泽汉投身了餐饮、房地产等行业,白手起家闯出了一片天地。 张兰则进入北京工商大学学习先庆的管理理念,又前往加拿大工作。 然而,事业心急重的两人越走越远,最终选择了离婚。 汪小飞跟着母亲开始了新生活。 1991年,张兰回国,随后也投身了餐饮业,慢慢积累经验。 于2000年创建了翘江南公司,海江儿子送去了法国留学。 汪小飞六年学成归国后,翘江南已经颇具规模。 母亲张兰以25亿元的财产估值,位居胡润餐饮富豪榜第三名。 她则享受着母亲的劳动成果,直接跃升为公司海外业务的执行董事。 与此同时,刚刚走出校园,尝到金钱甜头的汪小飞,开始了她纸醉金迷的富少生活。 翘江南最赚钱的那几年,汪小飞和汪宇,王硕,王科并称为京城四少,名头响亮,挥霍无度,甚至问老妈要来两个亿办会所,只为招待那些名流朋友。 这个名为蓝的会所,自2006年建成以来,就成了金圈名人的聚集地,特别是华谊兄弟旗下的艺人们,对这里可谓情有独钟,三天两头来聚会。 在这里,汪小飞认识了彼时正渴望离开新爷的张雨琪。 张雨琪原本是想搭上华谊兄弟,别想到还顺便搭上了汪公子。 2009年底,两人在华谊之夜party上高调官宣,还被拍到机场拥吻照,献杀旁人。 但是作为依靠母亲的富二代,汪小飞根本无法拿出大额资金帮张雨琪解约。 为此,两人没少吵架,甚至对抽耳光。 就在这个时候,汪小飞突然和张子怡传出了绯闻。 而有人爆料,张子怡和汪小飞的父亲汪泽汉是旧相识。 于是,父子同恋异女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。 彻底失望的张雨琪离开了汪小飞,转身投入王全安的怀抱,成为了顶流资源白鹿元的女主角。 不过,汪小飞和张子怡的绯闻根本没有实锤,反倒是在好友安以轩的生日宴会上遇到了真爱。 2010年9月30日,安以轩在兰会所庆生,邀请了诸多好友,其中就包括大S和汪小飞。 一个是影视综艺全线发展,事业蒸蒸日上的女明星,一个是春风得意的京城四少之一。 34岁的大S和29岁的汪小飞一见钟情。 相遇的第二天下午,大S就发微博表示,心里开了花,还隔空对汪小飞道晚安。 大S还冲动地表示,我见到汪小飞的第一眼,就想要跟她生孩子,为她下厨。 10月27日,大小恋爆出。 28日,前女友张雨琪才后知后觉地宣布自己已经和汪小飞分手。 第二天,汪小飞和大S便热切宣布了订婚的消息。 2010年10月16日,相识仅48天的他们,在北京朝阳区民政局登记结婚。 然而,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人,安以轩竟然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 一气之下,她公开喊话大S,你是把我当红娘,还是当情敌? 这句话还被解读为,安以轩被大S截胡了心上人。 这边,大S安以轩不清不楚,那边又有一个叫吕宛柔的嫩魔突然跳出来, 控诉汪小飞脚踏两只船,为了证实真实性,还晒出了不少亲密短信。 好在大S的妈妈愿意稀释宁人,说,这都是小事,我们不在意。 火速订婚,光速领证,这种堪比偶像剧一般的剧情, 让大S和汪小飞的婚姻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。 可谁也没想到,他们的婚礼更加状况百出。 2011年3月22日,汪小飞和大S在三亚举办婚礼。 先是婚礼前夜,有内部人员传出汪小飞扇大S耳光的消息。 之后的婚礼当天,搜狐总裁张朝阳不顾新人禁止拍照的要求, 在搜狐上全程直播婚礼现状,惹得汪小飞大骂她时,她妈的败类。 也正是由于张朝阳的曝光,汪小飞和大S被网友攻击,婚礼排场太大,铺张浪费。 这回婆婆张岚看不下去了,回怼道,我和王健林是好友,这是在万达的酒店,是她赞助的。 而且婚礼的礼金,我们会捐赠出去做慈善。 媒体一敏锐捕捉到信息,将张岚和王健林放在一起各种报道。 这些举动也引起了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的强烈不满,她加入战场,表示王健林根本不认识张岚, 自己母亲也只见过张岚一次,还怒斥张岚,看来你儿子的装X是跟你学的呀。 为了晚尊,张岚再次出面回应,说王思聪是小孩子,啥都不懂,可王思聪依旧不依不饶,转而打脸汪小飞。 什么京城四少,不就是靠父母开个豪车,泡个女明星嘛,还敢自称少,简直笑话。 也正是这个时候,王思聪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,被网友戏称为娱乐圈纪检尾。 更传奇的是,为了吐槽王小飞和大S婚礼引发的各种八卦, 豆瓣俄祖这个迄今最大的八卦阵地之一,应运而生。 婚后,两人的生活依旧意外不断。 早在2008年,翘江南输掉和鼎辉创投的对赌协议后, 公司就在汪小飞的手上走起了下坡路。 婚后一年,还被员工起诉拖欠薪水和房产。 汪小飞继承家产的梦想夭折在了半路上。 而婚后的大S正在全心为怀孕,调养身体。 生下女儿后,再生第二胎儿子时,她癫痫发作进了ICU, 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,差点没能走下手术台。 到了第三胎,又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停止妊娠,元气大伤。 与此同时,她还需要承受丈夫事业失败带来的后果。 2015年,翘江南部分资产被冻结。 2016年,翘江南83%的股权被收购,经营陷入危机。 张兰名下的私募股权基金也被香港法院冻结。 这对母子的财富基本成了负数。 大S不得不卖掉豪宅旧夫,就连张兰也不顾年纪出来直播卖货。 其实从2013年开始,汪小飞就想要另谋出路。 她尝试过成立食品公司,推出了一款叫何润灵平衡七味私家茶的产品, 还拉着老婆做宣传,从广告到站台,大S全都亲力亲为。 可惜公司并没能坚持多久,自己当老板结果不佳, 汪小飞也曾放下身段给别人打过功。 说是要帮人家加快全球布局,最后还是无疾而终。 此外,汪小飞还开过置业公司。 然而,据2015年的财报显示, 该公司当年净利润只有0.001万,也就是10块钱。 如今,汪小飞又开启酒店,名字还蹭了老婆的热度。 尽管她一再表示,开酒店是自己的梦想, 但曾有客人反映,酒店的房间里到处都能看到老板娘大S的照片, 以及汪家全家福。 汪小飞甚至还给客人准备了一封以大S口吻写的欢迎信, 老婆的明星效应被她发挥到了极致。 没过多久,刚刚失去三胎的大S和汪小飞一起参加综艺《幸福三重奏》, 节目上恩爱的夫妻再次遭到王思聪的吐槽, 还他们幸福家庭,家暴的时候没报道而已。 常言道,贫贱夫妻百事哀。 尽管身为明星,大S和汪小飞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 但也经不起一再的失败。 自大结婚以来,汪小飞屡次被拍到婚内出轨。 在港九拍摄期间,汪小飞被拍到和王中磊、徐峥夜会by2。 大S生第一胎前夜,汪小飞被拍到和女性友人一起参加蜡面party, 两人醉得站都站不稳。 而经历过大S二胎生子的九死一生后, 汪小飞没有重视大S让她做结扎的建议, 反而让妻子在第三胎上又白白受了一次罪。 对此,张岚倒是有专门解释过, 小飞是爱心觉罗的后代,出生贵族,多子才能多福。 到了2021年,因疫情与妻子分居两地的汪小飞, 数次被拍到在酒吧买醉, 和女主播连麦事件也引起了不小的风波。 6月,她连续发泊涉及敏感话题, 引得大S被媒体紧追不舍,逼问看法。 这一次,大S单方面放出正在办离婚的强势回应。 可汪小飞依旧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 就连大S妈妈也认为女儿只是气汪小飞太冲动。 一向以爱妻自居的汪小飞, 也马上发微博向妻子服软求和。 可第二天就被拍到有说有笑的进出夜店。 当台媒再次问及大S, 如何看待汪小飞在酒吧拈花惹草的问题时, 大S的态度彻底坚定了下来。 目前正在商量离婚的事, 她的事和我没有关系。 这个时候,张兰在某平台对网友的发言点赞, 暗喻对大S常年定居良家的不满。 而微妙的是,大S搬回台湾时, 正是2013年汪小飞家被传出经商失败, 张兰被踢出俏江南之后。 京城贵公子的风光不在, 需要借徐家的知名度打开新市场, 可惜大S才不是任人摆布的玩偶。 离婚后,汪小飞在台湾的生意, 早前卖在大S名下的两套价值6亿元的房子, 以及大S的资产该如何分割, 两个孩子到底跟谁是绕不过去的问题。 这段耗时两年多的离婚拉锯战也远远没有结束。 2018年, 汪小飞与大S在参加真人秀幸福三重奏时, 一次晚饭两人齐了争执。 大S问汪小飞, 你还有煮饭吗? 汪小飞觉得大S要么不吃, 要么吃太多, 说我觉得应该健康饮食。 大S委屈地说, 我就是饿就吃, 不饿就不吃呀。 汪小飞敷衍言道, 那随你啊, 你想吃就吃呗。 大S却突然严肃起来, 我的人生没有随我, 都是随你。 可他看到汪小飞好像生气的样子, 又马上冷静下来, 主动转移话题, 逗汪小飞开心。 十年里, 大S必定有过无数次嫁夫随夫的瞬间, 而从今以后, 他终于可以随自己了。 我是十一, 喜欢视频欢迎点赞, 关注, 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, 你的每一次回应,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都觉得我这个人挺疯狂的, 是我的感情轰轰烈烈, 可是我结束的也是斩钉截铁, 然后连我自己是很痛苦很痛, 我觉得我怎么会那么有种做出这种决定, 但是我还是会用理智来面对我的人生跟感情。 每一次说完以后, 你说分手之后, 你自己回头。